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越给你们难题越多 你就越思考你 当然是很挑战的 但是这个挑战是好玩的 所以我比较想要是 怎么样把这些线条变成 转化成服装的预言吧 当然哪个为主 哪些线条为复 这个完全是非常主观的 对我来讲我在玩 我在玩这个艺术 越玩越起劲 明显的可能性 有修正有修改 我们这次运用线条差别 跟上次在 其实书法线条是柔软的 它是有浓淡的 所以我们是想要用 它既有的认知的架构 可在里面加上东方线条的色彩 第一次看完董老师的作品 其实觉得用一个 这么远的毛笔 其实它表达了很多层次 就是很深的东西 这个线条是从… 就是两者共存 因为现在是要人 第一眼看到就是 这个是由书法走出来的 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 大家对于《独一二》 一定有很大的期待 跟上次的不同在哪里 就希望来看的 这边大家都好厉害 那有一个科技的地方 是不是有稍微 有个转化一下 你很用功 是不是加分 我在想这个问题 压力他们反扑过来的 很大压力 我觉得跨界是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当两个都很有 自己独立组建的东西 要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怎么让它平衡 时尚就是别苗头嘛 所以我把我自己分解了 让你去画 我是有信心 年轻人也有诚意 绝对开花